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机密工业的总经理吴有崇 家琳好 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我们的副总吴有杰 家琳好 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观众应该觉得这个画面非常可爱 这是我们节目第一次有双胞胎来上我们的节目 希望我等一下不要叫错名字才好 不会 首先我们就要问一下总经理 我是不是先跟我们谈一谈 其实我们国内有很多的机密罗帽公司 但是我们之所以规模可以这么大 就是因为我们大大小小的款式很多 应用范围也很广 好 其实我和弟弟时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是做螺丝螺帽的 其实螺丝螺帽在大概1961年左右 是在我们钢山那里很多的螺丝螺帽 所以螺丝螺帽应用的范围当然 举凡我们的飞机 汽车 脚踏车 那种都会用到所有的螺丝螺帽 可是我在这边跟观众朋友们 大家再说一遍 我们公司做的是 精密双重锁定螺帽 我们是用在工具机里面的重要的零部件 在锁固精密轴层的精密螺帽 比较知名的其实就是 鸿海用来生产 Apple手机的工具机里头也有用到 其实在国内的所有的相关的工具机里面 都需要用我们的螺帽 不过我们现在也要看到 就是大家比较想知道的是说 我们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么的大 这么的知名 其实我们的精密度 跟很多同业是有很大的差别 对啊 因为一般在国内的 不管是高雄 钢山 还是我们中部 北部很多 做螺丝螺帽它们的功能 大部分都是在做锁固的功能 但是我们引起所做的这些螺帽 它除了锁固之外 它更有精度的一个重要性 因为它是在锁轴层 但是如果你的精度不好的话 它的轴层可能就会造成它 预压过重 还是过轻 还是它的平衡不好的情况下 它可能就很容易造成 我们的主轴坏掉 所以它的精度要求是 0.002mm 0.002 这样是多细啊 有比法师还要细吗 我们的头发大概是在0.08mm 所以差了一个小数点 做到这么精细 其实在这个制造的过程 要多费很多心 当然这种在生产制造的过程当中 它是需要投入很多的 相关的比较高精密度的 这些工具机下去生产 它才能够制作出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精密螺帽 好 我们之所以可以做得这么成功 规模这么大 其实要有赖于民国100年 我们公司就做了一间实验室 还是经过了TOF认证的 我们可不可以问问副总 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一般台湾的中小企业 它希望将我们的产品 卖到全球去 总是希望能够证明 我们的东西做得有多好 有多准 可是在民国90年 我开始到国际上去做展览 我发现我们嘴巴再怎么去说 我们公司的东西有多准 口收无凭 他会觉得我是老王 因为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所以说后来我就跟哥哥讲 成立一间实验室 可能要花上一千多万 可是我们假如有的实验室的话 我们就可以提供一份客观独立 而且怎样 一个公正的这样的一个报告 让我们的国外的客户 能够很清楚了解 引起对这一颗罗帽的品质 跟功能的一个要求 因为这一份TUF的报告 它行走全球一百多个国家 基本上大部分都承认 我们这样的一个报告的一个 现在因为这一份报告的关系 我们已经外销到全球 多少个国家了 所以说很多我们台湾的 中小企业要外销 尤其是这一种高精度的一个工业产品 要行销到全球四十几个国家 你一定会问 小伙伴 你为什么不是说一百多个国家 因为我们这个都是主要在 生产工具机的国家 它才会用得到我们的罗帽 并不是所有国家的产业都会用得到 非洲也用不到 中南美洲用不到 所以它都是欧美先进 像德国 日本 美国 这些先进的国家 工业化比较高的国家 你看工业化已经超过一百年了 所以说我们台湾 在后期在发展工具机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是追随德国跟日本 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占比最高的是哪一个国家 当然以量来讲 中国大陆的量应该是最大的 可是以精度跟品质的要求来讲 在德国跟日本相对起来 它的要求又特别高 现在其实在高科技产业 大家不得不面对的是 地缘政治这样的问题 1999年我们也碰到类似的情况 那个时候很多台湾的制造业 他们是大举的西进到中国去 那个时候你们已经做出选择 你们选择要跟流台湾 不过现在地缘政治变得很多的企业 它都不得不做出一些选择 还有一些改变 我们想问一下友杰 是不是在公司的调整步调 地缘政治这件事 你们也得考量进去 当然以目前在全球自由化的一个贸易 慢慢的转向区域型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制造 尤其在地缘政治 我的国外客户也面对这个问题 他说友杰 你不来去德国设斩 你不来日本 可是我跟他讲说 因此之所以当初 在民国九十几年没有到大陆去 是因为我们要打造一个MIT的品牌 最重要 因为当初过去有些人是为了降低成本 有些人是怎样 为了要贴近客户 贴近市场 那个时候成本差多少 假设留在台湾跟你去中国 可以说那时候如果台湾就有了 那个员工的薪水 可能一个月的薪水 可能四百块人民币 五百块人民币 可是当下我们台湾的基本薪资 可能就已经多少 一万六 一万七了 差很多 就差很多了 可是引起一样的 因为我跟各个经营公司 觉得赚钱是我们经营公司的责任 可是一方面有些公司 他喜欢把公司做大 可是我比较期待公司是做强 所谓的做强就是说 在这个领域里面 大公司跟我们没有办法竞争 小企业跟我们没有办法竞争 而在这个企业里面 这个level我们是具有价值 就是客户需要我们 而我们的产品 基本上还不到 所谓的管制这一件事情 至于说 有钱要满不倚的 什么时候 满不倚的 我所有的生命财产 包括老婆小孩 都在台湾 所以我也没有想过说 要把钱寄到国外去 我们没有想过这一件 所以到目前来讲 我们只是组合好好的 在台湾把自己的实力 做好这一件事情 才是我跟哥哥 最期待最努力的一件事 现在看起来 我们的引起的 这个订单能见度到什么时候 当然以引起来讲 我们以前都专攻于 所谓的标准的一个罗帽 标准的罗帽 我们的能见度 可能就只能够看到 一个月 两个月 可是我依引起目前来讲 我们的订单 到明年三四月的一个订单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最大的差别就是说 引起从专业量化的 一个精密罗帽 到现在做少量多样 客制化的一个产品 而这样的一个客户的需求 都来自全球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客户 所以说我们的客户比较分散 所以相对比起其他 假如只有专攻中国大陆 跟台湾市场的这一些 不管是工具机场 还是这些零部件厂 引起相对的 我们还有看到我们的曙光 等于说我们已经提前超前部署 降低这个风险 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也算超前部署 就是其实我们在疫情之前 我们的大理智慧工厂 就已经开始启动了 这个工厂跟一般传统的产线 有多大的差异 当然很多人都想说 我们现在在谈数位转型 可是数位转型 有分制造业跟非制造业 非制造业就是食衣住行 制造业就是要动到加工制造 对引起来讲 我们在六七年前 就已经开始投入 所谓的智慧制造数位转型 在我们所谓的生产制造里面 因为加上很多的一些资讯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我们看我们小小一家公司 我们资讯人员有十几位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很多的一个 专家系统的开发 到大数据的分析 我们再引起 新的一个少人智慧化的工厂 假如有机会 加人到我们工厂去看 你就会看到 除了都是机械手臂之外 最重要的是这一些机械手臂 它所有的生产的一个资讯 全部通通透过我们的系统 资料收集到我们的一个上位 不管是我们的MES ERP的系统 由他们来安排他的工作 要怎么去生产制造 所以是一间很聪明的一个工厂 应该说要看多聪明 假如像我这样 那就很聪明了 很爱开玩笑 如果我们也问一下哥哥 其实银席已经是1989年创立 到现在33岁了 您是公司第三年进来的员工 当时候你进来的时候 员工其实不多 有几位 其实很多人都说 银席是我创立的吗 我都跟很多好朋友说 其实银席是我们董事长林国华 创立的 我和弟弟当然我们有背景 所以当初来到这家公司是因为 我和弟弟故乡在南投于池 我们国中毕业的时候 我们就选择读季职 为什么 因为我们家境算清寒 爸爸在我们八岁的时候就过世 所以我们的目标很清楚 我们就是要读季职 要学一季之长 后来因为在读章师赴工和中区职训 也是现在的所谓的劳动力发展书 中章头分书 这样的所谓的专业技能的训练之后 后来当然还是希望能够 透过所谓的学理的印证说 要补习 要考试 当初看弟弟就知道他比较聪明 所以弟弟当年度 在民国81年的时候 他考上高雄工专 我考上实力工专 可是因为妈妈她 在所谓的工作过程当中 我们担心她工作的负荷 压力太大 所以我就选择读所谓的夜间部 为什么会读情意工专 是因为我们当时 情意工专是由我们的张敏将军 王国秀女士 将这所学校 实力学校捐给政府 所以我们两个人弟弟选择 不去念高雄工专 来读情意工专 我选择不念实力的日间部 来念夜间部的情意工专 所以也因为这样 我们两个人 我当然要找工作 找工作的过程 看报纸 就来这家公司 可是我时常觉得 当初其实我觉得我的能力 态度都不错 报纸上面写着 三万五 我想说我的能力很好 态度很好 我想说就填两万七 但是后来给我一万八 所以我进来这家公司的时候 这家公司是没有任何的制度 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品牌 公司的规模 大概七位员工 只有七位员工 那时候还包含您的夫人 对 我的夫人应该不能说包含我的夫人 因为我的夫人那时候 她年纪跟我差了五岁 所以她包含是因为她住在公司 所以包含她 是她本身 她在读书我也在读书 所以每天都会看到她 很早就要出门读书 我都是在白天在工作 所以是在公司里面 您在工作的时候 夫人那个时候读的是高中吗 她也是读高职 还在读高职高中的阶段 所以后来大家比较津津乐道的是 你娶了董事长的独生女 对 这一段良缘是怎么来 是岳母促成的吗 对 因为其实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一直告诉很多的 现在的年轻人都告诉他们说 我没有很好的背景 我也没有很好的学历 那是我有很好的态度 所以也因为 以前在读专科二专的时候 要读三年 所以我民国81年进到养习 到84年这过程当中 我当然那时候努力地工作 白天工作 晚上读书 在这样的情况 当然被我岳父和岳母觉得 这个年轻人他的态度还不错 所以其实我跟我老婆交往的过程 算是比较特别 因为是我岳母希望我跟我老婆交往 但是我老婆当初有交了 因为长得比我帅 身高180的男朋友 真的 那您怎么打动他的 其实也没有打动 因为当初他也是很反弹 为什么妈妈一直要请他跟我交往 我也很反弹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免不当户不对 这样的交往过程当中 可能会对我来讲会是一个压力 但是后来为什么会交往 因为民国84年要当兵的时候 想说如果去当兵两年 如果没有交往到时候 他说那就不用回来了 我只好说那就交往看看 当我决定跟我老婆交往的时候 我刚好当兵服役是在东营当兵 所以其实我也写了非常多的情书 因为已经决定要交往了 我就不能三心二意 你在追求一个女孩子 也如同您工作一样 那个态度都是很坚毅的 对 所以其实我在整个公司里面 我都跟很多人说 要有好的工作态度 自然别人就会给你一个平台 当然公司在我和弟弟 整个经营的过程当中 也不是一帆风顺 为什么 很多人说 就是你娶了董事长的独生女 这个是减混道理 对 但是好像不是 当初岳父岳母把这个公司 交给你是把一个重担交给你了 那个时候公司负债两千多万 因为其实对我来讲 我当初跟老婆交往 人家会告诉我负债吗 不可能 我们只有心目中 里面只有觉得说 人家怎么会看得上 我们这种从乡下来的 这样的一个小伙子 可是我觉得说 他给我一个平台 后来我81年到84年 当然努力工作 弟弟和我 为什么弟弟跟公司也有姻缘 就是既然薪水比较低 所以我们董事长就说 不然就来住公司的宿舍 你们就直接住在公司里头 不然以前住 我还要负责养弟弟 我的薪水要让他生活费各方面 后来来住公司的宿舍 少了七千块 但是我不用付房租 这样我觉得心态转了 起初接下公司的时候 那个时候跟太太在交往 公司负债两千多万 您接下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心理压力应该也破大 其实我86年退伍 87年就结婚了 因为趁热 趁热就结婚了 结婚87年 当然我结婚 弟弟也等我结婚 只有等了六个月之后 他也结婚了 88年的1月1号 我们董事长就说 既然你们都已经成家了 公司可以交给我们 因为我是学极械 弟弟也是学极械 我们对财务不了解 但是那时候他只告诉我说 公司大概负债了两千多万 那时候你要怎么办 你当时听到的心情是 我听到的时候 没关系 交给我 我们会努力好好的做 其实内心里会想说 跟我想象的怎么不一样 我想说这是一间公司 怎么会负债这么多 我们公司旁边的一间套提储 才两百多万而已 我带一个母子 又付借两千多万 但是用另一个思考 如果他们有给我 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话 我有机会创业吗 我可能没有创业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认为任何事情 稍微转个念 从88年 让我知道公司有这样的一个 负债的一个情况 当然我就认为说 就要好好的把公司经营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很好的技术 加上我们在为人处事方面 以前的一个态度 能够被别人认同 所以从88年公司 就开始建立了很多的系统制度 友杰那个时候 您也加入到公司一起来奋斗 你听到哥哥接下的一间公司 负债两千多万 你有没有想说 要怎么样来处理 说真的 那时候我没有想那么多 因为当初只是 我们董事长跟我们经理 也是我的岳父跟岳母 因为他当初说 你们俩变我的女孩 我是离开来做儿子 我说不要 我做你们儿子 我就是你们女孩 所以他也认了我老婆当甘女儿 所以那时候我们两个 一起接公司的时候 我们两个真的 我们赤子之心 不会去想负债的事情 我们会想说 如何从公司 从88年之后 在我们两个经营之下 能够有不一样的作为 包括当初的一些经营 策略 经营方向 也都必须要做一个调整 举个简单的例子 他当初想说 有钱你们两兄弟都要做 这一颗罗帽了 我们可不可以做其他的 他想做什么 他请了博士 而且已经想好 就是要做这根主轴 他想要做这个轴承 做这根主轴 不是主轴 主轴本身 这个一颗夾2000块 这一个那时候 当下可能5万块 他想说 这个要做一堆 有法赔那些钱 不如这个来做10支 做20支 它好赔 他们的想法 他们觉得说 因为我们董事长 是学技术的 我们也学技术 他觉得做这件事情 一定是对的 可是我当初坚决反对 你会想说 我反对什么东西 我跟他讲说 现在买我们的罗帽的 都是我们的客户 都是在做主轴 可是因为以前 前一阵他也没有拿卡板 去国外 去电脑 他觉得在台湾很多人 就觉得世界都已经是做满了 他觉得这样看到 就是已经是全世界了 他已经极限了 所以他希望能够发展出 不同的产品 让我们的业绩能够成长 所以我当初跟他讲 你给我机会 我们不要来所谓的做主轴 因为这跟我们的客户竞争 我来开发市场 所以从88年我就开始规划 要往国外去做一个展览 所以说才会到国外去展览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出差吗 事实上很多人都想说 佑姐 你们公司在这一颗罗帽 在90年以前 有没有展览过 我说不完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董事长对展览 行销这件事情 他是没有想那么多的 可是对我来讲 我想说 我要如何能够成为 世界级的公司 所以我跟哥哥讲说 虽然我能够考上情依也算不错 可是会读会写 可是不太会说 可是当下我还是有那种勇气 就是说 拿着卡榜 我就准备到欧洲去展览 所以第一次的展览 是到欧洲去展览 到哪一个国家 到德国去 所以到德国去展览 当时我基本形容也没有说问题 我就想说 因为我不要开发主轴 我要开发市场了 所以我还是很勇敢地 到国外去展览 那个时候的包包 你到现在都还留着 这个我今天有特别拿过 他跟你有什么样的故事 事实上当业 我明明就比较会念书的人 说设计我比较高 可是我的分配叫做行销跟业务 所以说当我决定要当业务的时候 我就买了一个包包 所以买了一个包包 里面要放行路 当然当下要把这些罗帽放在里面 都要装进去 可是当我第一次踏上机场 要去欧洲的时候 心里还蛮坎坷的 为什么 因为我怕万一 但我国外回不来怎么办 为什么 因为不太会讲英文 也不太听得懂 可是从那一次之后我回来 我就发现说 世界真的好大 绝对不是像 因为我们是一个岛国 台湾的市场就这么大而已 如何能够讲我们的产品 能够推广到全球这件事情 就很重要 所以从那时候我就带着这个 不管是国内的客户 还是国外的客户 我总是带着我的卡帽 人们都说台湾人 拐一卡帽可以到国外去展览 我当下也是这种感觉 里面放着我的所有 要跟客户介绍的 包括我的护照 全部都在里面 对你来说 那是以你一个精神的支柱 当然 他陪着你一路支撑你 其实也是因为出差 让你了解到语言是很重要的 到后来我们迎习一直以来 你都有请日文老师 英文老师 来帮包含两位在内 还有所有的员工上课 当然 因为很多人都想说 台湾的中小企业 制造能力真的很强 可是以前可能都必须要透过贸易商 贸易商它有语言能力 可是制造商它因为没有语言能力 它没有办法直接跟客户去做一个沟通 所以说当我到国外去的时候我发现 人家在说的 到底是我们不会说 还是人家说得不好 所以我回来之后 我发现语言它真的需要一个环境 而这个环境除非你到国外去 你才会有感受 因为你没有到国外 你不知道英文到底要拿来干嘛的 当初只觉得成绩考得好就好了 可是当回来之后我跟哥哥讲说 语言假如你具备的话 具有移动性 而且你可以吸收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跟知识 所以说我们公司为什么要上智文课跟英文课 上智文课跟英文课也是给他们一个平台 我们要拍 孩子谁来 都要 我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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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简单 我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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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怎么做 我卖 你应该怎么说 我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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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做 你的 咳 你应该做 你应该说 我卖 演技也很好 林鋼是不是來賓是 打這個八點頭 應該說 我們很多人很難想像 我跟各個經營公司 跟一般的企業組不一樣 我們希望打造一個平台 讓年輕人在這個平台上面 去發揮 一樣的就是說 因此 包括我們所有的尾牙 各方面全部都自己籌辦 所以說 我們每天早上7點40 要做早燒 早燒完之後要教英文 而且 來 叫你出來外面講話 講兩分鐘給你一百塊 換算時薪三千塊 讓他上台講話 還有薪水可以領 那叫獎金 因為非上班時間上來 說兩分鐘假如一百塊 那一個小時三千 我說 我們要訓練年輕人表達的能力 當他有表達能力的時候 再加上語言能力 所以國外客戶假如來的時候 他這時候跟客戶吃飯 你要吃什麼東西在店 要喝什麼酒我都高興 所以在這個場合裡面 就讓客戶覺得來到營席 特別親切 因為他不像一般的公司 來這裡來 你們有這些職務去參 人家去吃飯飲酒 而是我們公司裡面的各個部門 都具有這個能力 對 所謂的國外的客戶 他覺得我們具有溝通的能力 這是很不簡單的 其實在早年或許像兩位這一輩 是相對容易 這樣的員工是容易培養的 但是現在慢慢你看到Z世代 你看那些新進的員工 你要培養他這種精神 是相對不簡單的對不對 哥哥 其實對於目前少子化 日益嚴重 年輕人不敢結婚 就更不敢生小孩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說 現在的製造業真的是找不到人 對於是在過去這一 二十年來 因為我和弟弟是 讀所謂的建教合作出身的 當然後來因為我們董事長 給我和弟弟一個平台 當然我一開始我們公司裡面 我在做所謂的人才引進的過程當中 最方便 最直接就是找自己的學弟 學妹這樣進來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 我和弟弟我們當然就希望說 人才的一個引用 當然目前就是集合政府 一直在做所謂的一個 降低學用落差 來所謂的提升我們年輕人 願意踏入我們的產業 現在其實很多各行各業 我們說不要說製造業 服務業也好或是高科技產業也好 好多大老闆來上我們的節目 都提到大缺工這樣的問題 您覺得這個跟技職交易 是有很大的關係嗎 因為我和弟弟我們都認為 時代真的不一樣了 以前我們要讀專科很不容易 要讀大學更難 但是現在幾乎 你只要要念大學 幾乎都是可以念 但是既然你練完大學 你還願意在現場工作嗎 你可能不願意了 所以我們就希望透過 所有的產學合作 能夠讓所有的 你在讀書的階段 你能夠學中做 做中學的過程當中 你先了解產業 之後你就能夠認同產業 甚至於留下來 我們所有的工具及產業 所以當然我們有我們自己的人才 培育的一個模式 那副總呢 你覺得現在看起來 到底整個產業 有面臨到缺工的狀況嗎 你曾經說過一句話 你說在我們營習 絕對不會有缺工這樣的狀況 當然到目前來講 可能我再給一個家齡 讓你猜猜 你覺得我們公司 現在最年輕的幾年次 幾年次啊 2000年了嗎 已經是2000年出生的孩子了嗎 當然2000年以後的算多 可是你很難想 我們裡面最年輕的 現在有95年次的 為什麼我營習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很清楚 營習為什麼不會 因為我們在努力做一件 降低人力 降低人力 假如重複性這些工作 我們不要讓我們的大學生 也讓我們的下一代 做那些沒有意義的工作 所以如果投入所謂的 複合化的設備 跟自動化的設備 降低人力 可是又能夠讓我們的大學生 在職場裡面 能夠怎樣 看到他的一個 職場的一個價值 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營習在過去這段期間 一般的製造業 一開始需要加工 應用技術人員 還要擋手下去做 接下來要有研發設計 接下來 公司到一定的規模 需要管理人才 尤其在現在在談 智慧製造跟數位傳承 需要資訊人才 甚至現在所有的跨領域人才 營習都是按照我們的一個 所謂的人才培育的 這樣的一個節奏一步一步來 所以到目前來講 還是一句話 營習沒有缺人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的年輕人 他可能聽過我們在過程當中 我們現在在推往前一里路 就是說你國二國三 你就可以來看企業 你可以來看營習在做什麼 看營習企業的文化 看產業的願景 所以要比以前還要再往前推 以前或許要到高中大學 我才有機會進到企業去參訪 以前一般國三生 他會考高中一定很會唸書 不然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唸什麼 唸高中 可是要唸技職的話 他會去看高職的學校 看機械 電機 可是那是看學校的設備 可是我們現在鼓勵 我們的企業開放我們的場域 讓很多的年輕人 他能夠來看了解產業的願景 跟所謂的企業的文化 而這樣的話 他未來在選擇科系的時候 他或許會增加他的所謂的考量點 就是他的興趣 跟這個產業 到底是不是他想要的 這樣也就是精準的怎樣 精準的育材 就是說我們不要 你又明明說 不要看過機械 問題你分手剛才中機械 材不得好的時候 你說你要去做廚師 這樣浪費很多的一些 政府跟社會的資源 對不對 還有社會資源 當然 兩位是雙胞胎 我相信在公司或是在外頭客戶 應該很多人分不清楚 誰是總經理 誰是副總 在工作上面 你們覺得說這個是你們的優勢 還是你們的劣勢 問一下總經理 對 我和弟弟 因為從小到大現在50年了 過程當中 當然就職場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說應該算優勢 為什麼 因為家人在怎麼厲害 你在台北工作 你沒辦法在高雄被看見 但是我和弟弟 一個人在山上 一個人在山下 你會覺得 奇怪 這個人體力怎麼這麼好 因為我們各出51分的能力 我們就能夠達到102分 真的很多人會認錯嗎 絕對大部分的人會認錯 我們有時候會很無辜 你知道嗎 有結有 他們說我在哪裡看過 你會說你在哪裡 你說我上一次在哪裡 那不是 因為這種感覺 會讓客戶覺得我們不尊重他 因為叫不出他的名字 不記得他 而且讓他覺得很冷漠 上一次 警察那麼熱情 現在剛才你警察不說話 你想想看 很多不知道的這些朋友 他會覺得你們兩兄弟 不知道我們是雙胞胎之前 他假如第一次看到的話 他都會很緊張 怎麼跟之前的感覺 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花時間去解釋 所以後來我和弟弟 其實很多人都說要怎麼辨別我們 我都告訴他們說 很好記 有一顆字的是哥哥 沒有字的是弟弟 我也是這樣的關係兩位 但其實雙胞胎工作起來 應該也有很多優勢 對 兩位是互相的幫程 對 因為我和弟弟 我們兩個人 讀書階段在一起 目前工作也在一起 生活也在一起 所以我們7% 80%的理念是相同的 而且我們每天都是5點多起來 6點20 6點30就在公司 所以在職場裡面 畢竟我還是認為說 一個人的時間就是24小時每天 所以我們兩個人可以分工合作 所以在整個公司經營的過程當中 弟弟比較外向一點 我比較內向一點 所以通常我都說他主外我主內 但是現階段 其實公司已經到達一定的規模 和一定的制度 其實裡面都有很多的幹部 在做所謂的部門裡面的工作的執行 所以我和弟弟兩位 當然現階段比較有時間 是會希望能夠 對一些社會的回饋 所以會到一些學校 還是配合一些所謂的企業的參訪 讓他們能夠了解產業的發展 所以我和弟弟兩個人 我覺得說 一加一絕對不是等於二 一加一大於二 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了 這麼多個年頭 弟弟有沒有一些話想對哥哥說的 很多像從小到大 人家都說以後 當你念書的時候會分開 當你就業會分開 當你結婚會分開 可是因為從小到大 哥哥有哥哥的胸襟跟包容 我有了聰明跟才智 可是兩個加起來的話 就會讓我們感受 我跟哥哥講身體要夠好 因為他身體夠好 我少出一半的力量 相對的 我自己怎樣 也會把身體顧好 讓哥哥 他也不用負擔所有的 這麼大的一個 因為我們要 今年一家將近200位員工的 這樣的一個企業 而且我們兩兄弟在一起 最大的好處就是 哥哥可以半白蓮 我半黑蓮 哥哥也可以感性訴說 我可以理性要求 所以這是兩個最大的 不一樣的地方 不過在接下來 我們殷熙還有很多個年頭 要好好來奮鬥 在未來十年 總經理有沒有什麼樣的願景 其實我和弟弟 我們一直在審視 過去這三十幾年來 我們很幸運的 找其別人 看不起這一顆緊密羅帽 但是我們默默的把它 努力做好 讓它成為一個 所謂被世界工具機場 肯定的一個產品 當然我們也認為 因為產業在轉變 我們不能未來的十年 二十年 還是靠這一顆緊密羅帽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 透過數位轉型 智慧製造來做所謂的緊密零件 所以我和弟弟 我們兩個人共同許下 未來的十年 未來的二十年 我們希望能夠 殷熙成為全球可信賴的 緊密零部件的合作最佳夥伴 這可能對很多人會覺得說 為什麼會這樣的一個思考 因為我們認為說 殷熙加以十字 我們要成為工具機的台積電 現在講好像 覺得好像天皇夜壇 但是三十年前別人也沒辦法相信 這顆羅帽能夠行銷全世界 好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 來到我們節目來做分享 也分享了殷熙一路走來 怎麼樣面對各種困境 然後一路打拼 祝福殷熙 祝福兩位 謝謝 謝謝佳麟 謝謝 好 決策者 我們下週見 -旅項 week-end-